2050年他谈到要谈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 那样的一个挑战是比较高了 所以我觉得 他如何来缩短贫富差距 这是一个 第三个就是说 很多人认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 它的发展速度很快 是因为它有发展中国家的红利 但这个红利现在慢慢越来越取消 对 人口的红利 包括劳动成本 包括环保的一些要求 所以很多人认为 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国家的收入陷阱 就是长期处在一个 就是说达到只是有一个发展中 但是很难迈向已开发 所以我觉得它是最大的挑战 尤其现在美国已经盯上它了 就是对于它的一些科技的发展 采取限制 很多关键科技 它之前没注意 但都被美国卡住了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它在下一阶段 迈向这个现代化的强国 如何维持这种 以技术导向的成长 让经济能够持续的成长 那我觉得也是它一个很大的挑战 技术为导向的成长这一块 是在未来几年当中 可能在跟中美对抗 一个激化情况之下 反而是对中国大陆 可能有相对正面 因为被激出来一些 可能技术要被迫升级的一个状况 对 好 不过刚刚王院长提到 这人口过去是红利 不过接下来这个量体这么大 或许也会成为经济发展上面 反而变成一个需要 去观察的一个指标了 另外就是贫富的差距 除了对经济 对社会的稳定度 其实才是更关键的一件事 好 来看一下 这个还被媒体来做一些解读的 就是当天现场七万多人 当然在北京中央的高官也非常多 但是只有一位 就是习近平身穿毛氏中山装 我特别去看了一下 什么叫毛氏中山装 以前是身中山穿的中山装 但是后来在毛泽东时代 做了一些部分的改良 尤其在翻领的部分 跟扣子这袖口 有一个尖尖的 扣子比较明显 对 有些改变了 然后就是所谓毛氏中山装 政治的辅马包括了有 一 像是要凸减他伟大领袖 或者是未来继续着掌 回归毛泽东路线 都有这样相关的解读 各位委员 大家可以帮我们这个补充 不过特别要问你的就是 有提到台湾 那提到粉碎台都这个片段的时候 现场鼓掌超过30秒快一分钟 鼓掌非常热烈 那聚焦的问题就是 那个头破血流那一段也鼓掌很久 OK 好 那其实对于台湾的用词用字 大家这两天看了一些相关的评论之后 我综合归纳一下大家的说法 基本上对于台湾 没有更新的一个表述 聚焦在第二个百年 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中 明确地点出要解决台湾问题 虽然没有更新 但明确地指出要解决台湾问题 所以有人在说 触统的时间表开始要展开了 郭委员跟你请教的部分是 民进党有做回应 但蔡英文没有直接做正面的回答 民进党说 台湾是自由民主的主权独立国家 人民拒绝中共片面的一中原则 跟九二共识 但你怎么看接下来 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直接明确地点名 要解决台湾问题 触统的时间表的展开 第二百年还很久 我这个原则 我觉得他还是 基本上他讲一个中国原则 和九二共识 基本上这个就是没有模糊空间 你即使提九二共识也没用 人家也问你说他的内涵是什么 还是要把一中原则讲出来 没有一中个表的事情 我认为没有 所以这个基本上 习近平还是稳住了 要和平统一这个大陆线 至少因为大陆内部武统的声音还是很多 那他基本上又拉回来这个调查 他讲的是用和平统一的进程 对 可是当然我也认为触统的作为会越来越多了 当然他也要防整个大的国际环境 事实上他面对的国际环境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坦白说 那个邓小平事实上一直到江泽民 甚至到胡锦涛的前半期 那美国跟中国还是蛮友好的 所以他事实上是得到了WTO的大力多 从2001年一路到2016 我认为都是WTO的大力多 全球化 可是到了川普之后就开始 美国就开始发现这个国际体系 对自己不一定有利 那当然也包括他的崛起 种种军事上的作为 其实我觉得习近平有一点是 直接毛泽东往下就只有他自己了 你看他提出来他的贡献 事实上跟邓小平是完全是 完全不一样的 邓小平是先让部分人富起来 所以邓小平那个是很资本主义式的 那习近平是要减贫 他说我们还是要做社会主义分配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就是邓小平那个时候是韬光养晦 那习近平明显就是中国崛起了 所以我要在国际社会要有不同的地位 所以他跟邓小平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他直接接上的是 我觉得他自己自己在设定的目标 各位我可不可以给你进步就像 因为你刚刚提到说 接下来触统的一些手法动作会变多 对 你可以帮我们举一两个 您可能观察到的例子吗 另外就民进党的回复 目前感觉是不变应万变 也没有新的作为 相断的 或者是新 你不要九二共识 你也没有进一步新的说法 那你就会被国际形势拉着走吗 你说台湾就是被拉着走 当然是 就是美国可能现在正在酝酿 日本台湾这个三角军事上的合作关系吗 大平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当然美国会愿意跟台湾 加强军事方面的合作 但日本会不会愿意 我觉得目前 虽然最近有很多相关的新闻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是说话而已 不会有很实质的动作 我说日本 我觉得短期之内不会有很公开实质的动作 但是还是有一个重点 不管怎么样 拜登政府他的团队 我觉得他们还是在短期之内 还是会有美国的 就是常常听到的一些言语 比如说美国会坚持 他的一个中国的政势之类的 不支持任何方面 平面改变现状 所以我觉得不管有什么外部的压力 从台湾或美国国会 拜登团队他们还是会有比较 算是已经是对台美关系 说是一种老套的说话 定调跟老套 是 来我来做回复你的 因为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 Price讲的就是你刚刚说的话 他就是讲说 持续支持和平解决来湾问题 就是你的口中的老套一点 来 他们目前为止 对于习近平的谈话内容 国务院的部分是没有做进步的评论 但美国的军方是比较稍微 tough一点的做回应 这也合乎美国军人的一贯的 他的立场 在习近平谈话之后 美军po出一张照片 这个是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 这一艘航母舰独立号 就是在台湾东部西太平洋 做巡运的这一艘 那po出来这照片就代表美国的一个态度了 怎么会代表什么态度 是25年前的 25年前的动作 他们没有跟最近的动作可以显示吗 他就是要告诉我25年前发生危机的时候 美国航母就在 所以现在 不过他并没有进入台海 对他在东部嘛 所以说现在代表说 现在如果真的有危机的话 他们也会来 是不是这个意思 应该是这个概念吗 你不知道 我看这个 我真的没有什么反应 我真的觉得 你去这个25年前的照片 谁会吓到 没有人会吓到 张静 张大哥 会不会吓到 这个po出这个独立号 那美军是说 他们有信心跟能力阻挡 就算是到时候 解放军用武力犯人的话 他们也有信心可以阻挡 你怎么解读这个 这是印太司令部所的一个回应 我相信啊 他们也必须根据他们的职能来回答 但是我要回应一下 郑亮兄跟Rob 就是我们对于历史的感觉 其实是不一样的 西方经常在评论政治的时候 我会认为时间是站在本身那一边 但是我们有时候不应该问 时间或者空间究竟是站在哪一边 而是就要问 从目前的政治现实来说 你是不是站对了边 而且就未来的历史而言 你是不是还是站对了边 看到目前紧张的氛围啊 这个美国人拿出来是25年前的 我呢这个沉浸了中华文化呢 我预备拿出更早的东西 我预备拿一个圆曲啊 叫做风轮如炬 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同关路 望西之书 一筹度 伤心情悍 精心处 宫穴万间都做了土 心百姓苦 亡百姓苦 所以政治人物啊 今天不是光是注意到这个 最后还是要以昌生为灭 否则像他们这样子 每次玩心机 最后把大家都逼上战场 不是大家都输了吗 嗯的确 来习近平谈话讲到两岸的部分 还是强调祖国推进 统一和平的进程 他的用字是怎样 所以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说 其实这个就是 相对应现在大陆的 所谓的武统啊 或者是绝对用武力 这方式的那个舆论声让 稍微也缓和一些 王院长你来看 就是自从习在建国百年的谈话 去对应美军那个说法 这个时间点 你觉得两岸之间 需要最关注的一些变化 会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比较关注的 应该还是中共国力的这个变化 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在 反正有两个百年嘛 一个党的百年已经达到了 他内部的建设就达到小康社会 但我们看到他第二个百年 他到2050年他希望变成一个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 那习近平铁定也不会马上下台 那可能又做到2030或2035这个阶段 因为那也是一个中期的一个阶段 所以他下一阶段当然是建设他的国力 但是我觉得其实从中国 就从北京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要达成他现代化的强国 第一个从大陆的媒体 跟学者的看法来讲 就是认为这个统一是必然要做到的 因为一个强大的一个中国 但是你的国土没有收回来 是不足以称之为达到这个民族复兴了 所以我是觉得 当然这个时间不会很快 那刚刚郭伟也提到他到205年 但是他是往这个方向去迈进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他如果要达成了这个强国 他势必应该是不希望是流血的 也就是说他是要想解决台湾问题 可是对他来讲 最好的方法应该还是和平统一 他没有必要就是说 在一个达到这个现代化的强国过程当中 还要用武力来去解决台湾问题 那很可能又引发这个美国的介入 而干扰他的崛起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来讲还是在迈向强国之路 那他等到他的这个国力 他能够上来之后 当然他解决台湾问题 他是水到渠成 就是他并没有这个 就是停止这个统一的过程 他是想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这跟他2019年他发的那个40年纪念 告台湾同胞书里面讲的内容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认为那是一个 蛮强烈的一个宣誓 再配合他到2050年的强国之梦 所以在这段期间 他的一个触筒的声音的动作一定会增加 本就identified monks在做这个 帖兩 molecular 刘雨 tar wurden的 你说这怎么认04 这个宣誓 Gregory 得出的 激 帖养 和 我也 把 。